很多人對於這個阿喜還有更進一步的想要認識這樣子 那我們在這邊也幫很多人來問問看 其實在你心目中的那個理想的這個范圖的類型這樣子 那其實很多人都會覺得說阿喜應該喜歡什麼 或者阿喜怎麼樣怎麼樣這樣子 可是有的東西真的是變不了了 嗯 什麼東西 虛擬測驗 哦 虛擬測驗 虛擬測驗或是從薰座上來看 你怎麼知道虛擬測驗很準 所以說你 欸 心裡在準的地方就是讓你不知道的地方 你不相信 你不想測是不是 沒辦法 弄張牌了這樣 我敢測 好 今天請到了一位這個 算得上是兩性的作家 然後呢 他對這個星座跟經理誌其實也是蠻有研究的這樣子 我們來幫大家測測看 看阿喜喜歡什麼樣類型的男生好不好 好 我們歡迎夏飛老師 欸 老師 你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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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來來來來 你好 好 來這個 老師都不跟我串通 啊 真的嗎 我剛剛想說叫他透露一點 看得好 好 老師你可不可以幫我們這個阿喜先做一下 就是你要從哪一部分 怎麼樣扯阿喜 好 我們來看下一頁 好 看下一頁 哦 在電腦裡面的 好 就這四個造型裡面啊 它都是有不同的風格 然後讓阿喜來挑一張 你覺得 你在拍攝過程中覺得 拍起來最漂亮 你覺得最喜歡的 我最喜歡的啊 應該就是 最左邊是1 最右邊是4 你喜歡哪一個 最左邊是1啊 嗯 婚紗那個是1 婚紗是1 花瓣是2 我喜歡就是這個 3 3是不是 好 3 OK 3 這個題目是以下的造型最喜歡哪一套 可以測驗你喜歡的男生類型 對對對 然後我又在來的路上又發想了另外一個題目 我完全都沒有跟阿喜講 看得好啊 好 為什麼要這樣 那你們才可以 挖出你心中的小秘密 對啊 好 然後就是 你最喜歡第三個嘛 那哪一個你覺得最接近平常的你 最接近平常的我啊 因為我覺得我其實平常還蠻安靜的 OK 我覺得應該是111號 11選擇 所以它是內在跟外在有非常大衝突的一個女生 老師 我隨便選選的 好 我也隨便講講沒關係 哈哈哈哈 好 他喜歡的是3 但他內心比較接近的是1對不對 那他喜歡的意思就是說 他期待遇到什麼樣的男生 哦 是是是 然後他內在 他內在就是說 他比較像 比較像誰 就是他其實容易遇到什麼樣的男生 因為期待跟現實是不一樣的 對 好像就是這樣 對對對 所以你選的是 比如說你那時候是選第三張嘛 就封面的那一張 那是比較陽光開朗的 那是你外在的形象 所以你就容易吸引一些 覺得你很活潑搞笑的那些男生 剛開始他會覺得你很活潑搞笑 可是跟你在一起發現你很宅 然後就失望了 就說真的偏像宅人 對對對 但是其實他第一張其實也不宅 他其實只是坐在那邊嘛 但是他看起來這一張 第一張的照片呢 他是很唯美的 然後有點小女孩很羞澀的感覺 對 所以其實你外表上看起來就很開朗 很open 然後就是好像分數不計啊 但是其實你在談戀愛 但是你談戀愛的時候 不太吃熱 談戀愛的時候 你會其實會有 對對方有很多的想像跟要求 然後如果他沒有做到 你就會生分氣 你也不太敢說出來 你會嗎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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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點點 一點點對不對 所以說你對男朋友的要求 或是這個 你對男孩子的要求 都是比較高的對不對 稍微 我覺得我就是真的是假民族 我都會說沒關係沒關係 然後時候又跑掉 這個不行那個也不行 哈哈哈 對不對 他可能會幻想說 他想遇到什麼什麼 他會拍很多條件 可是當你遇到你喜歡的男生 你就會自備的拉法 就躲在眼睛上 哈哈哈 哈哈哈 對 然後就是 對方怎麼對你 可能就會稍微忍耐忍耐忍耐 然後爆發 忍耐忍耐爆發這樣子 我真會忍耐 真的會忍耐 你是屬於那種心理的人 我是忍耐抱的人 會忍耐抱 他對朋友會直接講他在想什麼 對喜歡的反而會覺得說 講之前說想很多 所以這樣講出來 會不會负我的預期 這樣子 真的 這是一個很可怕的心理測驗對不對 好 謝謝 對對對 所以老師 除了心理測驗之外 其實他這四張照片分別代表四種形象的女孩子的一個形象 老闆剛好 老闆剛好 比如說像第一張他是很唯美的 然後有點安靜的有點羞澀的感覺 他就比較像圖像形作的 他就比較是等待型的 然後第二張他就是很性感很柔美 他就是比較水象星座的女孩子 然後第三張他又是很運動風 他就是五象星座的女孩子 會很熱情喜歡去戶外這樣 然後第四張他又覺得有點個性 然後又覺得很休閒 然後他就是稍微帥性一點點 對對對